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是這一次來到馬來西亞 聽說李凱文這回要在大三角抽選 我是主動報名 我有什麼可以幫忙的 我看到冰城 滿街放了那麼多的一號的藍色漆 有那麼多人免費請吃飯 他那麼有錢請那麼多人去吃飯 我就知道他已經錯了 要用水泡來攻擊示威者 要用錢 要用請犯來叫大家投他的票的時候 當他走出這一步的時候 他就已經輸掉了 當他告訴這個國家的人 你們投公正黨一票 就是在投回教黨一票的時候 用這種恐嚇的方法 來警告自己全民的時候 他就已經輸了 真理不需要恐嚇 真正不需要恐嚇 我剛剛很榮幸 見到凱文的父親 我第一次見到我父兒 李天龍先生 他剛剛問我說 我要問他一個問題 我說 當年凱文參加獵虎墨席 學生的時候 就參加獵虎墨席 你怕不怕 他說他很擔心 看到的時候 他的兒子 在新聞上看到 他的兒子被抓了 當一個大學生 他因為某種理念 而站出來 你要逮捕他的時候 你就已經輸了 但是當一個父親 他從過去 那麼擔心他兒子被捕 到今天出來 在這邊拿著麥克風 走來走去的時候 這位父親已經輸了 我知道有一些華人的家庭 他們家庭過去 從來不問政治 他們覺得那個我們不要管 政治很骯髒 政治很殘酷 我們不要管 然後開始一家人 吃完飯之後 各自上Facebook論證 他們這家人已經贏了 當各位從來沒有參加過 任何政治集會 你擔心被記錄 擔心被對付 但是你居然走出家門 頭也不回的 去到這樣的一個場所的時候 你們就已經贏了 你們就已經贏了 真理跟公正跟正義 這麼清楚是非 是如此太難 誰對誰錯 太清楚了 在這個時候 不論選舉是什麼結果 再過幾天 當你們去到票站 開始投下一票的那一刻 各位 你們已經贏了 謝謝 他是一集團 快要講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